这是2018年播出的一部高分治愈韩剧 讲述了一个身处在黑暗中的女孩 与身处职场中处处受到打压的大叔 两人逐渐走进了彼此的人生 并且从对方身上获得了治愈的故事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我的大叔》 故事开始 一只瓢虫飞到了女孩的身上 周围的人都非常害怕 大叔想小心翼翼地将她赶走 女孩却面无表情地用书拍死了她 女孩名叫治安 为了生活她只能拼命工作 白天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兼职 生活的艰难让这个女孩显得格外冷漠 除了工作上的交接 她基本和同事没有任何过多的接触 下班时她还会顺走公司茶水间的咖啡 随后来到一家餐厅帮忙打砸洗盘子 治安脸上依旧没有一丝笑容 默默重复着手中的工作 在本该享受生活的年纪 治安却要工作到深夜 为了节省一顿晚饭 看到客人吃剩下的饭菜 四下无人时 她便悄悄打包藏了起来 寒冷的冬天 治安穿着一双单薄的帆布鞋 露在外面的脚脖 在这个冬天显得格格不入 疲惫不堪的治安回到郊外的小区 为了节省开支 她甚至连灯都舍不得开 治安冲泡着在公司顺来的咖啡 吃着打包回来的剩饭 昏暗的光线也无法掩盖 她对生活的无奈 此时灯突然亮了 角落里坐着一个男人 他是来要债的 治安头也不回地将钱扔给了男人 但这些钱连还利息都不够 突然疗养院打来电话 治安不敢接 因为他奶奶在这里 已经拖欠了很多费用 护工对着龙牙奶奶大吼大叫 而治安已经悄悄来到门外 他听到了房间内的一切 他在门外一直等到所有人都下班 然后偷偷推着躺在病床上的奶奶 离开了疗养院 他走在月光下 治安的脸庞显得愈加精致 而片刻的停歇也显得更加悲凉 一个二十岁年纪的女孩 早已经失去了同龄女生该有的娇气和柔弱 治安拿来在超市买的热饮 放到奶奶胸口用来取暖 用棉被把奶奶裹得严严实实 面对没有办法的治安 只能求助唯一的好友小宋 等了许久才到来的小宋显得有些尴尬 刚想上前解释 却被棉被里的奶奶吓了一跳 在好友的帮助下 治安把奶奶带回了家中 他必须想办法赚更多的钱 面对无人照顾的奶奶 只能让好友小宋先照顾几天 面对生活的治安 他没有选择 更不能失去 这晚债主光日又来到治安的家 他不禁允许就撬开了房门 治安想阻止进屋 却被光日痛打一顿 治安怕奶奶听见 他并没有哭 回到房间默默地擦掉脸上的血迹 为了遮掩伤口 他戴着墨镜上班 却无意间看到一起贿赂事件 大叔收到一个装有五千万奖券的信封 偷偷放进了抽屉里 这一切都被治安禁收眼底 等到下班后 准备打开抽屉拿走钱的时候 治安突然挡在柜子前 要求大叔请他吃饭 吃完饭之后 治安又返回到公司 他来到清洁工的房间 工人帮治安关掉了电闸 监控是一片漆黑 治安趁机跑到办公室拿走了信封 画面一转 眼前这个女人已经四十岁了 岁月在她的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女人是大叔的妻子 她每天都跟老公说要出差 这让大叔很是苦恼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 老婆是来见自己的大学同学的 然后两人又来到海边玩耍 两个加起来快一百岁的人 像极了刚恋爱的小情侣 而老婆的大学同学正好也是大叔的上司 上司一直想找机会将大叔挤出公司 于是就找人给大叔送去了一封信件 里面装有五千万的奖券 没想到被缺钱的治安偷走了 大叔来到公司打开抽屉时发现信封不见了 他突然想起昨晚的治安 很快调查科的人就将大叔带走 就在大叔被带到电梯口时 治安出现了 原来就在早上 治安为了尽快还清债务 他拿着大叔的五千万商品券 就来到了李光日的债务公司 看着送来的是商品券 男人便打电话询问李光日 李光日猜测这些商品券肯定是赃物 于是让男人收下后再报警 把治安送进牢房 为了拖住治安 男人拒绝归还戒举 撕扯中治安还被抢走了所有钱 感觉事情已经败露 他也只能尽快先离开 下楼的时候 刚好看到一辆货车停在李光日的车子旁边 心生一记的他 制造了一场意外 趁着李光日和同伴下楼查看的时间 治安迅速回到楼上拿了钱就跑 此时的李光日也察觉到了什么 转身就跑回了楼上 此时桌上信封和商品券早已消失不见 知道是治安搞的鬼 转身追了出去 此时拿到钱的治安 第一时间给好友打电话 让他接走自己的奶奶 安排好一切的治安刚来到公司 就看到监察部门在搜查大叔的物品 面对善良的大叔 治安也于心不忍 为了不给大叔留下受贿的证据 治安就把商品券交给了清洁工大爷 让大爷交给公司保安 并谎称是在公司垃圾桶发现的 最终信封落到了嫖娼物手里 随后嫖娼物就约见了大叔 误以为是大叔将钱扔掉的 还对他表扬了一番 董事长得知此事后 还说等出院后要请大叔吃饭 并吩咐下属要查出幕后黑手 上司见栽赃不成 强忍着怒火回到公司 乘坐电梯时 上司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淡定地接起电话 可这时 他的另一部私密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正是大叔的老婆打来了 而旁边又是他的竞争对手 如果被发现上班带私密手机 肯定会被调查 正当上司不知所措的时候 身后的志安偷偷拿走了他的手机 假装是自己的电话 随手就挂掉装进了自己的兜里 回到办公室后 上司打算找志安要回手机 却发现他正在翻看自己的手机 这时他收到一条短信 上司没有办法只好回到办公室 志安在派发文件时 看到大叔的妻子打来电话 看着上面的号码很眼熟 正是上司手机里面的号码 他顿时明白了 原来上司的手机别有用途 下班后 志安为上司买东西为由 顺利地将手机还给了他 并且挑明了问上司 手机里的号码是大叔妻子的电话 是否在跟大叔的妻子交往 而上司则向志安投来一样的眼光 而这个眼神让志安肯定了两人交往的事情 志安刚走出房间 上司却叫住了他 志安告诉上司 可以帮他除掉竞争对手和大叔两人 但代价是一人一千万 上司见识过志安的能力 所以就答应了他 接着志安就发消息让大叔请他吃饭 吃完饭之后 两人各自离开 但志安又返回来偷偷跟踪在大叔的身后 一直跟着大叔回到家里 看着楼层的灯一层层的亮起 最终停留的层数就是大叔的住址 然后又通过信箱 获取了他老婆的公司信息 第二天志安假装给嫖偿物送文件 偷偷将录音笔放进了笔筒 突然反切听警报响了起来 没有办法 现在只能先从大叔下手 下班后 大叔跟志安同时乘坐地铁离开 由于上车的人员比较多 两人紧紧地挤在一起 志安趁机掏出大叔的手机 并在他手机上安装了监听软件 从此大叔的一举一动都在志安的掌控之中 志安听到嫖偿物和大叔的对话 两人准备联手除掉上司 并且听到普长屋 明天有个很重要的会议 但今晚他要先去KTV见一个人 志安让朋友帮忙一路跟踪 并伪装成外卖小哥 成功打探到他们所在的房间 然后志安在外面关掉了电闸 房间内一片混乱 此时外卖小哥又换上了服务员的衣服 趁乱混入房间 在他们的杯子里放入了安眠药 之后两人合上电闸迅速离开 嫖娼物回到房间后 毫无防备地喝下了那杯酒 第二天 嫖娼物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在几百里以外的海边 今天是和中国的商客会面的日子 由于没有准事赶到 中国客户直接撤单走人 公司高层知道这件事后 决定撤掉嫖娼物的职位 同时上司接到志安发来的消息 让他准备好一千万 接完电话的上司 觉得眼前这个女人 比在职场混迹多年的自己都有手段 甚至对志安产生了好奇 下班后 正准备回家的大叔碰见了都俊英 面对自己曾经的学弟如今的上司 两人平日里并没有过多的交集 突然 大叔问都俊英 下一个会是自己吗 喂 此时的大叔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什么 但是他并没有说出来 也许是不想破坏心中的美好 或许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挽回 画面一转 志安一直跟在大叔的后面 大叔停下来问志安为什么要跟着自己 志安却一把搂住大叔的脖子亲了上去 还没等大叔反应过来 志安就转身离去 只留下大叔一人愣在了原地 而这一幕正是志安是先安排好的 他让朋友拍下了亲吻的照片 第二天网上就流传出两人的照片 不知情的大叔还在责问志安为什么要那么做 然后数落了一番 可他全然不知自己就要身败名裂 按照上次事先的约定 不久志安就拿到了上次给的一千万赏金 他拿着钱去找债主 并要求债主给自己写下收据 光日看不惯志安强硬的态度 结果对着志安又是一顿痛打 志安伤痕累累地走回了家 脚步显得格外沉重 他拖着疲惫的身体照顾奶奶 奶奶看到志安脸上的伤痕 着急地询问是不是打我的那家伙又来打你 志安用手语回答奶奶 那个男人不是已经被我杀了吗 好在志安已经要回了收据 他带着骨折的手指继续上班 为了省下医药费 他找来窗壳贴简单地处理伤口 两个女同事看到照片后对志安有很多看法 故意在志安的面前学着当时点七脚尖的样子 还说接吻的时候如果女生垫脚 这说明女生更主动 志安听到后 赶紧跑到角落打电话给朋友 让他把照片全部删掉 他没想到大叔如此轻高 因为手指伤得非常严重 志安来到药店买药 医生看到志安满脸的伤痕和骨折的手指 又看了看旁边的男人 随后在纸条上写下需要帮助吗 志安惊讶地抬头看向医生 看着满是伤痕的志安 他的朋友也在劝说不要让自己很累 志安不说话 只是默默看向了兼职的广告牌 为了还清债务 志安即使手指骨折还发着高烧 却还要坚持打工赚钱 由于过度疲劳 他在上班时突然摔倒在地 同事们震惊地站起来观望 却没有人上前帮助 志安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让自己爬起来继续工作 大叔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志安 下班后 志安来到超市买了瓶酒 他想靠酒精来缓解痛苦 恰好看到大叔也来买东西 他起身走到门外 大叔走出来对志安说 生病了就要吃药 志安似乎没有听到大叔说的话 继续面无表情地喝酒 可看似一句简单的提醒 却让志安内心感到了温暖 这是除了奶奶以外 有人第一次关心自己 晚上下班后 大叔兄弟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喝酒 弟弟一眼就看出了大哥的异常 大哥强忍着泪水 不想让兄弟知道自己受了委屈 在两兄弟的追问下 大哥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和弟弟开了一家清洁公司 在打扫楼道的时候 不小心将灰尘扫到了一个男人身上 男人声称自己是这片小区的建造商 骂骂咧咧地让大哥给自己下跪道歉 不然就要换掉他的清洁公司 面对生活的窘迫 更不想让家人再为自己操心 没有办法的大哥选择了下跪道歉 就这样一个中年男人向生活低了头 大哥觉得下跪算不上什么 可下楼的时候 看到母亲不知何时送来的便当 才想着母亲应该没看到 回到家中的大哥感觉到了不对 母亲没有了平日里的责骂 竟然对自己笑了 这时的大哥才明白 母亲已经看到了刚才的一幕 三兄弟沉默了 也许所有人的内心都是这样 自己的尊严可以被践踏 唯独不能忍受家人受委屈 脾气暴躁的三弟 转身就要去给哥哥报仇 看着失去理智的三弟 大叔只能拼命地拦着 他不想因为一时的冲动 让这个家庭失去更多 可每当大叔安静下来时 大哥被人欺辱的画面 却不断浮现在眼前 面对家人的受辱 已经触碰了大叔最后的底线 他丢掉手中的香烟转身离去 好像大叔已经做出了什么绝点 智安此时依旧监听的大叔的一举一动 这时手机里传来了陌生男人的声音 原来大叔找到了欺负大哥的建造商 表明身份后的大叔想要和他谈谈 两段莫名相似的经历 让智安回想起曾经的往事 被触动内心的智安也流下了眼泪 大叔希望男人去家中给哥哥道歉 却被眼前的男人拒绝了 这时大叔从包里拿出一把锤子 对着墙面就是一通乱砸 作为结构工程师的大叔 一看就知道哪里存在着违规建造 面对此时的大叔 男人很快就认怂了 只能乖乖拿着准备好的果然 来到家中赔礼道歉 大叔的坚强让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 晚上三兄弟又聚在了一起 不一样的事 多年的好友静兮回来了 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喝着烧酒 聊着开心的话题 却只有大叔开心不起来 他想起了智安说给自己的话 大叔和智安有着相似的经历 在艰难的人生路上 能够做到感同身受 只是因为彼此懂得 回到家 他还要负责照顾瘫痪的奶奶 看到奶奶睡在窗下 赶紧把他拉到了里面 他怕奶奶躺在窗户下面会冻感冒 奶奶告诉智安 他只是想看看月亮 所以就让智安的朋友将他挪了过去 但是窗户太小 根本看不到外面 于是智安来到超市 随意买了几样东西 趁着没人注意 推着购物车一路狂奔 不料过马路时被车子撞倒 这一幕正好被大叔看到 智安二话不说 捡起地上的东西继续往家跑 大叔见智安丢了一件东西 捡起来追了上去 可是智安根本没有听见 大叔一路追赶 在追到一个小巷子时 发现智安正艰难地往楼下挪着购物车 他赶紧上去帮忙 却发现车里还坐着一位老人 把大叔吓了一跳 奶奶还热情地冲大叔笑了笑 大叔帮忙将奶奶抬了下来 然后智安直接推车离开了 甚至连一声谢谢都没有 智安将奶奶推到了一处能看清月亮的地方 奶奶看着又大又圆的月亮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奶奶问智安刚才的人是谁 看起来像的好人 他告诉奶奶是公司的同事 并且还说过的好的人当的好人很容易 当智安推着奶奶回来时 却发现大叔并未离开 大叔背起奶奶一步步地迈向高处 智安望着大叔的背影 此刻他的心里感到一丝温暖 将奶奶安顿好后 大叔一声不吭地就要离开 智安也走出门外 他想对大叔说一声谢谢 却始终开不了口 但是大叔却对智安说了一句你很懂事 这句话就像暖阳一般照进了智安的心里 从此智安也对大叔改变了看法 公司里 由于智安的性格孤僻 同事们都不喜欢他 这天下班后 同事们准备去聚餐 大叔看到智安要回家 然后就主动上前邀请了他 看到智安面前没有烤肉 就让下属递了一盘过去 坐在对面的女员工却不高兴了 开始处处刁难他 智安却面无表情地说 替人安前马后不就是讨人喜欢吗 要是连这点事都被人抢了 你还拿什么讨人喜欢 这时上司带人走了进来 所有人都起身相迎 上司的跟班故意找茬 让大叔进去给大家倒酒 不爱挑逝的大叔只好听从吩咐 面对这位大学后辈 大叔还要卑躬屈膝给他倒酒 一旁的下属都看不下去了 九族饭饱之后上司打算离开 却被一位下属拦住 他指责上司 身为大叔的大学学弟 至少在四人聚会时 应该叫他一声前辈吧 大叔赶紧上前拦住了下属 上司的跟班听到后冲上去 就要教训他 大叔在中间劝甲 却被跟班一把摔倒在地 本来就已经受到了屈辱 这一下更是颜面尽失 事后 其中一个同事说起了大叔的坏话 智安却突然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 然后转身离开 失落的大叔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漫天飘落的雪花 犹如大叔此时的内心 昔日的学弟 如今这样挤对自己 也许大叔是真的疲惫了 他站在学弟里 重重地喘着粗气 似乎要把内心所有的事情 都通过喘气的方式抒发一样 此时的智安也听到了大叔的心情 大叔环顾空无一人的四周 感觉生无可恋 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他不想再站起来 就这样躺在地上叹气 智安听不到耳机传出声音 拼命地跑向大叔 原本监听只是为了拿到报酬 最终却成为了他和大叔之间的纽带 此时大叔起来 智安看着逐渐远去的大叔 但是两人的内心却在不断拉紧 大叔在公司经常遭受领导的排挤 回到家还要忍受妻子的无理取闹 这天 他找到嫖娼物 并要来一份上司的通话记录 他们想从通话记录中抓到上司的把柄 却被正在监听的智安听到 但这次 他不再是陷害大叔 而是帮大叔除掉上司 他故意播放录音给上司听 并告诉他 你的通话记录会被他们拿来调查 上司却肯定地说道 他的老婆一直用公用电话跟自己联系 根本不可能发现 而大叔这边 在通话记录中找到一个通话次数最多的号码 但打过去却是无法接通的状态 正困惑时 智安走了过来 他告诉大叔 只有公用电话是只能打出不能接听的 大叔听到后恍然大悟 他在网上查询到电话的地址 赶到后却发现楼上竟然是妻子的公司 这时又看到妻子从楼下走了出来 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妻子看到大叔后走了过去 而远处的智安也从路边走了出来 智安远远地看着大叔跟妻子面对面地站着 大叔假装跟妻子说只是路过这里 然后和妻子吃了午饭 下午他守在对面的咖啡厅里 结果正好发现妻子过去打了电话 等妻子走后 大叔赶紧拿起电话回播 结果听到了他最讨厌的声音 晚上他走在回家的路上 却又撞见妻子进了酒店 而后面跟着进去的正是他的上司 为了进一步确认 他打电话给妻子 同时又拨通了上司的电话 结果听到妻子那边传来手机的铃声 这下大叔的心彻底碎了 回到家他坐在沙发上久久不能平静 一宿没睡的大叔 第二天和大家一起踢球 想缓解心中的伤痛 可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和妻子的过往 于是脱掉球衣便独自离开了 而志安听到耳机里传出一声声叹息 发现大叔的情况不对 他拿出手机 看到大叔的定位静在河边大桥上 他担心大叔想不开 于是慌忙下车跑向大叔 他拼命地向大桥的方向跑去 此刻他不想大叔出现任何意外 无论是同事还是亲人 他都心疼着大叔 甚至保护着大叔 看着大叔和兄弟离去的背影 志安紧张的心也放松了下来 而另一边 都俊英正和允熙在野外露营 都俊英说这是提前给会长布置的 那个老头子喜欢在野外烧柴火 接下来俩人的画面大家可想而知 晚上喝酒回家的大叔 闻到妻子身上烧柴火的味道 妻子说可能是吃烤肉被烟熏的 这时的志安也通过监听手机 听着大叔的一切 也许此时的监听已经不是为了报仇 而是喜欢每天能够听到大叔的声音 就在这时 李光日却突然出现在了自己房间 毫无察觉的志安被吓得蜷缩在一起 原来今天是李光日父亲的忌日 志安的父母在身前欠下了巨额债务 一次债主上门讨债 看着奶奶被债主殴打 15岁的志安为了保护奶奶 失手杀死了债主 而那个死去的债主正是李光日的父亲 这也正是李光日如此折磨志安的真正原因 李光日拿着手中的祭品 就要喂给奶奶吃 志安生怕李光日伤害到年迈的奶奶 便捡起地上的瓶子就要和他拼命 可若晓得志安怎么会是李光日的对手 他又被暴打了一顿 志安被打得满脸是伤 一个人独自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重复听着大叔说给自己的话 也许此时只有听着大叔的声音 才能让自己内心能够多一份坚强 这天大叔来到会长的露营地 会长也很惊讶地问大叔为什么来到这里 上司的眼神透露出不安 他害怕大叔在会长面前揭穿他的丑事 大叔直勾勾地看着上司 想到了他和妻子的画面 眼里充满了怒火 上司不敢直视大叔 于是就起身收拾东西离开了火堆旁 最后搬东西拾一头栽进了雪地里 还是大叔开车将他送进了医院 大叔在医院要求上司和妻子安静地分手 同时也不让妻子知道自己已经知道此事 否则你就完蛋了 这些话都被志安听到耳朵里 他没想到大叔居然会这么处理 第二天 下属想和上司一起吃饭 上司却说已经有约了 这也正好让大叔听见 大叔又给妻子打去电话 妻子却说自己要加班 这让大叔再次陷入了纠结之中 在地铁站 大叔问志安为什么会是他赡养奶奶 志安回答说 奶奶只有自己一个亲人 因为付不起养老院的费用 就被赶了出来 大叔告诉志安 孙女并没有赡养义务 如果是没有子女的残疾人 是可以免费入住养老院的 志安疑惑地看向大叔 因为从来没人叫过他这些事情 而妻子这边又跟上司来到了酒店 但上司不想立刻撇清关系 只是满脸陪笑地坐在一边 上班时 大叔质问上司 为什么还和妻子见面 然而上司并没有要分手的意思 还用挑衅的语气惹怒了大叔 然后大叔将他拽到了天台 很明显 两人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此时在暗中监听的志安 十分心疼大叔 他准备用自己的方式 来帮大叔渡过难关 志安在马路上拼命地奔跑 看到汽车从停车场出来 就扑了上去 大叔的妻子允熙赶紧下车查看 然而志安却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机 将上司的录音放给女人听 允熙终于醒悟过来 他开车去录营地找男人对质 到了才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想起志安对他说的话 他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但是志安没有察觉到 光日已经目睹了他所做的一切 然后一直悄悄跟在他的身后 此时的大叔在餐厅独自一人喝着闷酒 他突然问起老板 每次跟自己一起过来吃饭的你还没来吗 志安听到大叔问起了自己 于是一路狂奔地跑着去见大叔 在大叔正要离开时 志安气喘吁吁地赶到了餐厅 他提出让大叔坐下来再喝一杯 两人就这样一语不发地坐在一起喝酒 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还不停地看看对方 大叔没能一口气喝完枪了一下 两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也是志安第一次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而此时外面的光日看到了一切 在回家的路上 大叔不知不觉就把志安送到了家门口 两人道别后 志安又停了下来 第二天大叔的母亲过生日 一家人难得团聚 但是妻子整晚都心不在焉 因为上司发消息邀约他见面 大叔在暗中观察 却又不能上前质问 结束后 妻子找借口说要去公司拿东西 大叔知道他要去见上司 于是百般阻挠 结果妻子生气地要求大叔下车 随后妻子来到酒店 上司却向他提出了分手 隐熙开始嘲讽自己 回到家 隐熙崩溃大哭 他觉得做出这么丢脸的事该怎么活下去 而大叔这边已经被光日盯上 他故意撞向大叔 然后借机偷走了大叔的钱包 但这正好被监听的志安发现 他通过钱包里的证件 查出了志安上班的地方 正要去找他麻烦时 志安却找上了门 并且让他把大叔的钱包交出来 可光日说道 他知道你是杀人犯的事吗 志安瞪着光日说 你也知道我是杀人犯 如果你杀不了我 那么我就会杀了你 志安说自己拼命地挣钱 就是为了不杀了你 如果连这点钱都没办法赚的话 自己也只剩下这一个办法了 光日正打算动手 这是外面传来警车的声音 志安说自己已经报警 举报你偷了别人的钱包 光日挑衅地看着志安说 大叔的一切信息我已经知道了 随后就将钱包扔到了楼下 临走前志安警告光日 如果你敢靠近他试试 那你真的会死 志安将钱包交给了饭店 之后就联系大叔将钱包还了回去 这边办公室里同事们开心地庆祝着 原来大叔刚刚被公司提名为候选常务 看着常年被上司挤兑的大叔 此时的升职 同事们都为大叔感到高兴 杜俊英看着候选名单再也坐不住了 阴沉着脸似乎在想着什么 他再次找来志安 并提前给了志安一千万 让他继续监视大叔 顺便找机会和他交往 志安说我这样的女人怎么会有男人喜欢 杜俊英让志安只需要跟他吃饭喝酒就行 别的并不需要去做 志安说喝酒吃饭不是很正常吗 杜俊英却说对于别人很正常 但对于朴东勋来说 吃饭喝酒就代表他喜欢你 地铁上志安回想着跟大叔曾经的过往 他不清楚大叔对自己是喜欢还是怜悯 手里的一千万和善良的大叔让志安内心非常的矛盾 志安看到车外的大叔才发现自己没有出站 到了下一站 志安匆忙地往回赶 他感觉大叔一定会在站口等着自己 看着匆忙跑出站口的志安 好像在寻找着什么 这时一辆飞驰而过的摩托车 让转身的志安看到了大叔 大叔问他怎么没来得及下车 回家的路上 志安鼓励着大叔把那个欺压自己的杜俊英彻底打败 听到志安说的话 大叔也感觉到了眼前这个小姑娘 对自己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便用长辈的口吻说 两人告别后 回到家的志安 拿出疗养院通知入院的信息给奶奶看 奶奶担心地问是免费的吗 是之前被你回家的那个大叔告诉我的 奶奶虽然是聋哑人 但对于志安的苦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看着以后不会再因为自己而拖累孙女 奶奶感激地流下了眼泪 另一边 光日不死心就这样放过志安 于是让朋友打电话给大叔 他们将志安偷走贷金券还债的事情说了出来 大叔原本以为是志安帮自己扔掉了那笔钱 没想到是偷走用来还债的 下班后 志安像往常一样让大叔请他吃饭 却迎来了大叔的冷漠 为了搞清志安的情况 大叔找到了当时还钱的清洁工 他在清洁工那里了解到志安的真相 原来他和志安早就认识 墙上还有两人的合照 清洁工告诉大叔 志安从小就很苦 父母欠下了很多债务 然后扔下志安就逃跑了 只剩下年幼的志安和奶奶 两人每天被要债的人折磨 志安的母亲死后 所有债务都落在了志安的身上 从那之后他就每天拼命地干活 大叔想起以前的志安 想到志安被债主折磨的样子 决定去找债主 他找到光日 并问志安还欠多少钱 两人还没说几句话 光日就开始动手和大叔打了起来 听到志安杀了他父亲之后 大叔难以置信地愣住 而一直在往这边跑的志安 听到后也停下了脚步 他不想让大叔知道他杀过人 因为知道此事的人都会远离他 可他又清楚地听到了大叔说的话 大叔和光日又拼命地扭打起来 志安听到后 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情绪 蹲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 他从未想过有人会对他这么好 这种被人关心和保护的感觉 让他瞬间崩溃 此时大叔和光日两人一番激烈打斗后 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看着光日起身离开 大叔继续追问志安欠了多少钱 光日一句话不说往楼上走去 而大叔的兄弟们知道了消息后 联系了很多朋友前去支援 为了不让事情闹大 大叔只好解释是和别人发生了碰撞 志安悄悄来到靖西家的餐馆门外 本想进去看望大叔 但是看到关着门 只好无奈地离开 回到家后 允熙看到受伤的大叔 急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大叔解释是在踢球的时候摔倒受伤 允熙看着大叔流下了眼泪 他以为是上司打了大叔 然后就偷偷躲进了房间里 第二天志安来到银行 他取出了上司给的一千万 而这一千万原本是为了开除大叔的定金 为了尽快还清债务 他将这些钱都还给了债主 下班后 志安站在路口等着大叔 手里还拿着要送大叔的礼物 看到大叔走来 志安摘下耳机 过去将礼物送给了他 并告诉大叔奶奶可以去疗养院的消息 当志安转身离开的时候 突然大叔问起志安还欠多少钱 第二天 大叔就帮志安背着奶奶送去疗养院 还贴心地去超市买了很多食物 放进了奶奶的储物柜 奶奶看着善良的大叔 在本子上写下了一句话 他觉得现在可以安心地闭眼了 因为志安身边有你这样的好人 这一幕也被志安看在了眼里 在回去的路上 大叔告诉志安 以后就可以好好地生活 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但是志安却很担忧 如果同事们知道自己杀过人 一定会疏远自己 大叔对志安说只要自己不在意 别人自然也不会在意 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 你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下去 别浪费那么好的名字 回来的路上 大叔告诉志安 如果光日再来找你麻烦 你就给我打电话 毕竟自己还有一群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怎么说也不会被欺负 平日里也要和同事相处得好一些 对自己都没坏处 随后大叔便加快了脚步 志安追上来问 你是不好意思吗 这时的大叔却加快脚步跑了起来 原来是为了赶上已经到站的班车 画面一转 酒吧里昏暗的灯光下 大叔独自喝着闷酒 眼前不断浮现出妻子跟上司亲热的画面 不愿面对妻子的大叔 只是漫无目的地走在街道上 志安放心不下 在后面远远地跟着 很快志安就发现有人在偷拍大叔 志安觉得一定是都俊英派来的人 随后志安就一直跟在大叔的身后 为了防止偷拍 他假装不认识大叔 戴上帽子快步地走在前面 没想到大叔却叫住了他 志安站在原地思索片刻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于是回头走向大叔 他告诉大叔打一下自己的后脑勺 因为大叔曾经说过 打一下人的后脑勺就会忘记思念 他想结束这种痛苦 大叔让志安赶紧回家去 志安却不依不饶非要大叔打一下自己 为了防止大叔被拍到把柄 志安故意惹怒了大叔 而这一切都在志安的掌控之中 志安告诉上司 说他已经对大叔表白 但是却被大叔打了一巴掌 没有办法制造绯闻 上司让志安播放当时的录音给他听 他听到志安送了大叔一双脱鞋作为礼物 然后就开始怀疑起志安 志安回到公司后 又将送给大叔的脱鞋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上班时 大叔打开抽屉发现脱鞋不见了 于是下班后他找到志安 生气地质问他为什么要拿走那双鞋 志安却说 觉得很丢人然后就拿走扔掉了 还让大叔明天趁人多的时候开除自己 只有这样才会让大叔安全地上任常务 大叔却大声地说不会开除志安 同时他也希望志安能好好的工作 无论将来他去到哪里 即使十年二十年之后 路上偶然遇见你的话 都会开心地和你打招呼 不会因为尴尬就选择逃避 正是大叔的这番话 再一次温暖了志安的心 晚上 大叔和允熙一起去超市买东西 在车里不小心将酒店的停车卡掉了出来 大叔却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回到家 允熙再也忍受不住跪在了大叔面前 一直重复地说对不起 大叔转身就回房间 然后走到门前生气地锤打着房门 第二天上班 大叔便来到办公室 质问他为何要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允熙 两人争吵的声音也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 狡诈的都俊英故意激怒大叔 就在大叔挥出拳头这一刻 就已经落入了都俊英的圈套 都俊英借此告诉王专务 要管好自己的部下 竟然跑到自己办公室来闹事 跟大叔的妻子只是同学关系 偶尔的闲聊是很正常的事情 另外不要再派人偷偷跟踪自己 面对大叔的冲动 王专务也只能起身离开 众人离去后 都俊英又一次展现了他的丑 第二天志安去疗养院看望奶奶 奶奶问大叔过得好吗 志安想起了大叔与妻子的争执 他能感受到大叔内心的痛苦 志安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奶奶焦急地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志安说大叔过得一切都好 也即将升职了 听到这里的奶奶 看似放心了很多 可奶奶又疑惑地问道 那你刚才怎么哭了 可是此时志安的眼里却充满了泪水 心疼着大叔所遭受的一切 志安在奶奶床前 无意间看到了奶奶对大叔说的话 面对奶奶的期盼 志安也决定改变自己 为了帮助大叔成功上任常务 志安打电话给允熙 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允熙找到上司 他告诉上司自己已经和大叔全部坦白 并且希望他就此收手 否则就会把他和志安背后搞鬼的事情告诉大叔 让他不要再想着陷害大叔 此时志安也走了过来 允熙让志安以后不要再帮上司办事 让他立刻辞职离开大叔 志安觉得现在辞职对大叔反而不利 因为公司已经传开他和大叔的绯闻 允熙知道这都是上司安排的 他告诉上司如果再不收手他就把所有的内情全部说出去 志安对上司说道 钱已经没办法还你了 那就到此为止吧 志安离开之后 允熙告诉上司 他已经不可能和大叔在一起好好生活了 这些都是拜你所赐 这也是自己能为大叔做的最后一件事 上司却对他说 我们都被志安给骗了 因为他并不是在自己的计划下接近大叔的 而是真正喜欢上了大叔 在回去的路上 允熙将车停在了路边 他想到这次和上司的见面 其实是志安一手促成的 他打电话给志安 问他是真的喜欢大叔吗 回到家 志安发现光日坐在自己家门口 志安说债务已经还完了 你应该没有理由再来了 光日却站起来说道 你杀了我爸爸 连一句对不起都不曾说的女人 难道不应该折磨一辈子吗 这一刻光日也彻底释怀了 两人曾经也是最好的朋友 光日也是非常的喜欢志安 此时两人都回想起小时候的自己 第二天 常务选举会上 志安被叫到了会议室 志安说自己一直想当一个隐形人 是大叔的一句关心让自己回到同事之间 大叔并不会因为自己是临时工而区别对待 志安沉默片刻后回答自己喜欢大叔 同时也尊敬大叔 正是因为他自己才想要好好的工作 此时会长走了进来 志安继续说自己从来没有被人真正的当人对待过 直到遇到大叔才有了当人的感觉 在这里工作的三个月 是自己人生中最温暖的时间 即使被辞退依然感觉温暖 下班后 大叔请志安吃饭 称赞志安的勇敢 同时认为自己不是好人 志安却说在自己看来大叔就是好人 画面一转 上司发现志安已经背叛自己 于是生气地打了志安一巴掌 并要求他赶紧从公司消失 志安却说 等你被大叔吵掉之后我就会辞职离开 上司要挟志安 他会把嫖娼物被陷害的事情全都说出去 没想到志安却拿出他跟上司的对话录音 里面全都是上司如何让大叔下台的阴谋 而嫖娼物在被陷害之后 一直在秘密调查此事 他约见了大叔 将志安陷害自己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 而这一切都被监听的志安听到 志安慌忙来找朋友小宋 询问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小宋说是没有办法抓到自己的 当时没有露脸也没有指纹 而嫖娼物这边来到警局调查监控 通过监控追踪到了他的信息 又通过当时的通话记录很快就能找到是谁 小宋这边还是有些担忧 如果自己被他们抓到 志安一定也会被抓 小宋劝他和自己一起逃跑 志安却拒绝了 他说再给我一天时间 一天之后就会离开 朋友问他是因为大叔的事情吗 志安低着头没有说话 第二天 小宋这边就被警察盯上 他一边跑一边给志安打电话 让他赶紧跑路 与此同时 光日也带人搬走了小宋的电脑 志安本想明天看着大叔顺利生之后再走 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最终给大叔发了一条信息 大叔和兄弟们走在回家的路上 说着志安对他说过的话 志安听到大叔说的话 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情绪哭了出来 第二天一早 志安就收拾好行李离开了 这天也是竞选常务的最后一次面谈 大叔却发现志安没来上班 便让职员打电话询问情况 志安的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 同时便劝大叔先参加竞选 为了阻止大叔升职 常务会议上隐常务找着各种问题刁难大叔 但都被大叔雇用的专业知识一一化解 无计可施的隐常务最终调出了志安的简历 他质问大叔 明知道志安杀过人为什么还要拼用 大叔觉得志安并没有错 听到这里在场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大叔只是平静地回答道那不是杀人 只是属于正当防卫 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那样做 所以法律才会判到无罪 此时志安也听到了大叔所说的一切 被人保护的感觉 让志安瞬间流下了眼泪 竞选面谈结束 大叔走出会议室后 他顺利当上了常务代表 组员们都在为他欢欣鼓舞 然而他却看向了没来上班的志安 当他打开抽屉时 看到志安将新买的拖鞋放在抽屉里 于是慌忙起身去寻找志安 下班后 大叔将自己升职的消息发给了志安 他一直在等志安的回话 却始终没有收到信息 他忍不住拨打了志安的电话 但是电话里传来号码不存在的声音 大叔愣在了原地 他不知道志安到底去了哪里 他来到志安住过的地方 却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 随后又来到清洁宫这里询问志安的下落 清洁宫大爷告诉他 志安从来都不是打招呼来往的人 第二天上班时 大叔一直心不在焉 他想到了志安的奶奶住在疗养院 于是拨通了疗养院的电话 但是问过之后才发现只有奶奶住在这里 而志安并没有来过 大叔来到静西家 不停地拨打着电话 却始终联系不上志安 静西告诉大叔 今天早上他见到了志安 志安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待了十分钟才走 在远处的志安听到这里停下了脚步 在回家的路上 大叔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发现是个陌生号码 然后随手就挂掉了 没走两步这个电话又打了过来 大叔接起电话发现是志安的声音 然后焦急地问他在哪里 志安说自己在其他城市工作 听完这句话大叔很是生气 就算不辞而别至少也要说一声 志安觉得没有提出辞职是自己不对 但是即使提出也不会有人为这个杀人犯送行 他厌烦了别人对自己的指质点点 大叔突然说了一句对不起 志安说你是第一个对自己好四次以上的人 就这样 两个人暂时告别了对方 志安挂掉电话后又戴上了耳机 听着大叔沉重的脚步声和叹息声 他无力地蹲在电话亭里哭着 这天警察抓到了小宋 在他的手机中查出最后通话的人是志安 随后嫖娼物找到大叔 并在他的手机里发现了窃听器 但并没有立刻拆除 反而让大叔利用窃听器将他们一网打尽 大叔回忆起过去的种种 每次志安都能及时出现安慰自己 这足以说明他了解自己的一举一动 大叔不由地陷入沉思 手里拿着手机不知所措 随后他独自一人来到电影院 他拿着手机犹豫片刻 最后还是决定找到志安 他不想让志安就这样一直逃亡下去 他告诉志安 自己知道了一切事情 他找到志安给自己打电话的号码 然后调查到公用电话的地址 于是赶紧打车赶了过去 志安听到后拿起行李准备离开 当大叔赶到电话亭时并没有看到志安 此时的志安已经背着行李离开 大叔没能找到志安 沮丧地回到家 他将志安的事情告诉了妻子 妻子认为不应该让志安一直逃亡 他们决定将事情公之于众 然后妻子会以律师的身份帮助志安 此时光日在小宋的电脑找到志安的录音 他听到志安对大叔说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志安对大叔说光日小时候也很善良 总是帮助自己阻止他父亲的打骂 那时候的光日跟现在不一样 他曾经也喜欢过自己 光日没想到志安会这样说 他留下了痛苦的眼泪 而志安这边在逃亡中不小心遭遇车祸 他被重重地撞倒在地 还没等司机下车查看 他就强忍着疼痛立刻起身逃离了现场 志安躲到了清洁工的住处 清洁工大爷为志安准备了饭菜还有退烧药 由于病得很严重 志安又不肯去医院 于是他打电话告诉了大叔 大叔得知消息后一路奔跑着去见志安 当大叔赶到后 看到志安苍白地坐在那里 眼里充满了心疼 志安回过头看到大叔站在面前 他惊慌失措地往后缩了一下 随后大叔带着志安来到医院 大叔告诉志安 等他康复以后会带他去警局自首 还告诉他不用担心 妻子会以律师的身份帮助志安 疗养院的院子里 志安和奶奶享受着在一起的时光 暖日微风中 奶奶看着空中飘落的花瓣 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和幸福 跟奶奶告别后 大叔陪着志安来到警局自首 在允熙的陪同下两人走进了警局 此时的大叔也是一脸担忧 审讯室里志安交代了所有事情 而杜俊英却完全否认了自己的罪行 声称这一切都是志安的污蔑 回去的路上 大叔打来了电话询问着事情的进展 隐熙告诉大叔电脑录音被偷 现在没有证据指证杜俊英 而就在这时 得知志安自首的光日正在拷贝着电脑里的录音 同伴知道光日要拿录音帮助志安 在一旁懊恼地埋怨着 第二天正在上班的大叔接到了志安打来的电话 原本冷清的葬礼 在三兄弟的操办下显得隆重而又温馨 大哥也通知了小区的朋友来祭拜奶奶 这时得到消息的清洁工大爷 也来到了奶奶的葬礼上 祭拜完奶奶 大爷看向参加葬礼的众人 隆重的葬礼让大爷感到欣慰 而另一边 上司回到公司后彻底慌了 他派人去光日那里拿回文件 而光日这边发现上司找到了他 于是赶紧拿上优盘就跑 他在逃跑时发现了路边的快递公司 随后光日将所有的优盘都寄给了大叔 大叔在公司收到了包裹 打开后里面全都是录音文件 光日走在大街上 脑海中浮现出志安说过的话 大叔将这些文件都交到了警局 上司在铁证面前也是无从抵赖 下班后 大叔跟同事闲聊着 这时手机收到了志安发来的短信 大叔来到两人经常去的酒馆 志安告诉大叔 会长今天请自己吃饭了 还给他介绍了釜山的工作 大叔有点出乎意料地望向志安 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但心里却充满了不舍 两人也祝愿着彼此都能够幸福 伴随着酒杯的碰撞声 无声的氛围在小酒馆流动 喝完酒的两人来到分别的路口 面对即将要离开的志安 此时眼眶里布满了眼泪 大叔毫不犹豫地张开双手抱住了志安 泛着泪光的两人 大叔看着志安说道 大叔和志安做了最后的道别 冬去春来 尹熙去了国外陪伴儿子 此时的大叔独自在餐桌前吃着饭 看着眼前的全家福 无心吃饭的大叔放下了手中的碗筷 来到客厅随意地打开电视 此时大叔再也无法压制内心的伤痛 时光飞逝 接下来的一年里 他们各自发生了很多事情 大叔也辞掉了原来的工作 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看着办公桌上的照片 唯独就是没有大叔和妻子的合照 我们不难猜测大叔和妻子是否已经离婚 而另外一边的志安 带着满满的能量 创造着全新的自己 志安因为工作表现优异 也被公司调回了总部 他跟同事来到公司楼下的咖啡厅 看着熟悉的生意 志安只是静静地待在原地 再次相见的两人 大叔看着眼前的志安说道 走在路上可能都认不出来了 听着大叔的话 志安开心地笑了 这时同事示意志安要走了 他们相互握手告别 我会给你饭 我会给你饭的东西 我会给你饭的东西 我会给你饭 崩开的双手 两人背向而走 大叔回头望着志安的身影 而心有感应般的志安 也回头看向了大叔 从一点点的了解 到彼此相互治愈着对方 此刻的转身离去 也许对于两人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